近日,李冰冰不管是恭喜刘嘉玲的生日,还是恭喜孙洪雷德女,微博下都是一片马生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原来这是一个快手网碰瓷李冰冰,12月17日,该快手主播在户外直播的时候遇到了某位明星,她想走进去看是哪位大明星,结果被明星的保镖给拦住了,后来还与保镖发生了一些口角,最后说了句,什么明星也不能这么装高冷啊,结果保镖说是李冰冰。 不过这到底是不是李冰冰当时也没说清楚,于是乎这位网红的粉丝们就直接去李冰冰的微博下开码,原来李冰冰16日转发了一条关于孙洪雷喜得千金的微博,评论才5000多,结果直接被盗家军轰炸到2万多,眼看着情况有点不对,这位网红连忙开直播说清楚自己认错人了,随后做出了道歉,并暂停了自己的直播,而这些不明所以的粉丝也改口纷纷到李冰冰的微博下道歉,这一幕真是让人觉得很无脑, 李冰冰工作室在18号凌晨也发微博称,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内心沉浸,拥有判别真相的能力,不谋从舆论,谨言顺行的人,不做网络暴力的参与者。